大家好,我是三毛 沒錯沒錯,今天又是角色配裝系列啦 今天來講,玄宇 玄宇這隻角色之前我那部影片講很久 玄宇沒有六星,基本上不建議使用 六星之後才是他輸出最大化最強的時候 玄宇簡單介紹一下他的配置好了 他的配置,他的技能配置基本上都是這樣帶 都是帶載動技能 這招載動技能,再加上這招可以射三格 最高可以到五格的單體技能 最後的話就是帶這招被動技能 加上他的傷害大概16% 這個基本上套路是這樣子 不會變啦,基本上是不會變 基本上 然後他的五內的話 基本上我會建議你們就是上下路都要開 玩玄宇沒有只開一半 玩玄宇就是開滿 如果真的石頭不夠的話就是開到這個 上下開到技能,這兩個技能都要選 一個被動一個再動都要選 技能跟五內大概講到這邊了 然後他的天賦的話就是他待機 他一定要未攻擊待機才會獲得他的鎮雨狀態 就是他的射程加一 最高兩層,所以他射程最高可以提升到兩層 他基本他射程是到最高可以到四層 搭配技能可以射五格 要記得玄宇是一隻會射四格跟五格的雨室 要記得這件事情 不要被玄宇偷了才發現玄宇可以射那麼遠 玄宇是可以射四格跟五格 記得這個數字哦 四格跟五格 技能射五格 普攻可以射到四格 除了搭配那個飾品 基本上很少人會搭配那個 那個什麼加一的那個飾品 那個真的很少人用 很少人用 那他的魂石的話 唯一推薦是赤煉鬼 因為玄宇就是追求秒殺 就是追求秒殺 那秒殺最好配置的就是赤煉鬼 赤煉鬼他的傷害加成到20% 是目前來講增傷是最高的魂石 當然如果你赤煉鬼如果沒有很好的數字 也可以搭配裸鬼 赤煉鬼跟裸鬼都可以選 但是赤煉鬼大於裸鬼 如果追求秒殺 玄宇不會打第二下 基本上都是打一下結束 玄宇只打第一下 所以玄宇比較額外的重視赤煉鬼 呃 除了你看刺客 刺客、燕明龍啊 再來最適合赤煉鬼 我就覺得是玄宇 燕明龍再來是玄宇 目前是這兩個人最適合赤煉鬼 那他的屬性挑選的話就是全攻擊 玄宇不用挑防禦詞綴 你會發現我的所有全部都是全攻擊 我的魂石搭配全部全攻擊 然後附帶一些暴擊 暴擊的部分就隨緣了 暴擊就隨緣了 因為說實在的話 我覺得能不能暴就是看臉而已 就看臉而已 玄宇本身其實也有提升暴擊 像他的武器有暴擊提升5% 然後搭配他的那個吹心愛石 就是他的單挺技能 可以達到20% 25% 基本上的暴擊率是25% 然後搭配魂石的話有7% 所以他的暴擊率有32% 大概是32%的暴擊率 那你的魂石搭配起來的話 我認為如果可以就抽到50% 就是你暴擊率可以抽個18% 但是我這套魂石比較偏向於攻擊一點 這套偏向於攻擊一點 我這套的話是把攻擊、物攻、物穿、物傷疊滿 大概是52 大概是52 很漂亮的數字 52攻 然後暴擊率雖然就11暴 但是也沒關係 我覺得這套已經很頂了 已經很頂了 就是挑物攻、物穿、物傷加暴擊 4攻屬性 那吃煙鬼 因為用的人少 只有燕明龍跟玄宇 記得啦 比較適合的就是燕明龍跟玄宇 然後冰璃也可以帶 只是冰璃如果你的裸鬼夠用的話 建議還是帶裸鬼比較同用 當然裸鬼不夠用 冰璃也可以帶 因為裸鬼太多人要用了 你看 林鳳啊 曹沁啊 然後 那個誰 劍邪啊 很多人要帶啊 如果也真的是太多需求 好啦 那魂石介紹到這邊啦 那飾品的部分的話 會推薦就是 頭部一定是帶冰蠶串住 一定帶冰蠶串住 沒有其他更適合的 因為它自身本身就帶了這個 所謂的風穴 多了一種功能 當然如果你想要帶這個暴擊增加的5% 魯翼珠翠或者是鳳翼神罪都可以 但是魯翼珠翠跟鳳翼神罪能觸發的機率不高 你只是貪求他的暴擊5% 但是我是認為 比起那5%多了一個風穴技能 讓玄影可以去打回避的曹沁 打回避的燕明龍 可以打一些回避的角色會好很多 多了一個功能 飾品就是要讓角色可以去做一個直變 OK 那身體的部分的話就隨便 身體就隨便 身體因為沒有太好的東西 沒有太好的東西 那玄宇的話比較不推薦帶曹雲恆度 即使你有曹雲恆度 但是我也不推薦你帶 因為玄宇他本身是可以配合在 他跟李鳳一樣 都有所謂的在動技能 所以你可以去透過一個在動技能 之後你可以動兩次 可以給兩次神銳 可以給兩次狀態的效果 所以他可以帶綠色這個隨機給的 或者是帶紅色角人杯格系的 我覺得都很適合玄宇 這兩個都很適合玄宇 這兩個都很適合玄宇這樣子 多一點點輔助能力 好再來是首部飾品 首部飾品唯一推薦就是暴擊手 就是暴擊手沒有其他推薦的 玩玄宇就是追求秒殺 而且暴擊手也提高了20% 我剛剛講的基礎是32% 暴擊手再加2 20 所以在那邊是52 全體就半爆了 那你不暴擊對面就是臉 這是看臉 我已經無法要求 可是你喔 你要說魂石在追求20%的暴擊 那我是追求傷害比較實在一點 因為沒暴就是沒暴 那就是命 那就是命 好 那飾品就推薦了 阿拉如果萬機沒有暴擊手怎麼辦 沒有暴擊手請你帶這個15%的 你帶這個15%的 攻擊力是最高目前白版 就是這兩個 就挑這兩個 玄宇想要殺人就挑這兩個 OK 好 那飾品魂石 然後 裝備講到這邊 那再度提醒 玄宇沒有六星不要玩 五星真的殺不死 但六星就很好玩 六星可以去搭配一些角色 比方說丹陰阿 紫楓阿 尤其是丹陰跟紫楓阿 通常你看到丹陰跟紫楓的盒子 就是那個人很想玩玄宇 就是這樣 你在盒子裡面看到紫楓跟丹陰 基本上就是很想玩玄宇 哈哈 再講一次喔 你要有個想法 你看到丹陰跟紫楓就會想到玄宇 就這樣子 那為什麼丹陰的話 主要是丹陰他本身有一個20%的那個 吉利加20%的 非常好出發 而且這個是六星的丹陰可以持續三回合 然後還有一點就是他可以直接給20%的那個 聖瑞 可以給聖瑞又可以給吉利 這一隻光一隻丹陰就比李逍遙好用 但是你要記得啦 雖然丹陰很好用 但是李逍遙也是一樣的問題 如果你如果對面選了玄宇 建議你就不要放一些真相角色 不要放一些真相角色 或者是你去想辦法把玄宇偷掉 就這樣 或者是想辦法強化你的坦克 玄宇只要一發射不死坦克 基本上這一局就結束了 好啦 那玄宇的介紹到這邊 有任何問題 歡迎影片留言跟我討論 那下支影片 下面三支影片我已經想好了 會把木龍玄機 會把木龍玄機啊 風寒月啊 還有那個陰劍品 講一講 把這三支玉三家角色講一講 好啦我們下支影片見 再見 掰掰